对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来说,担心发年中奖之前被裁员,最近成为了失眠的最大理由,这个话题杀伤力,甚至稳超被父母强迫乡亲和房租压一负三,对于隔壁印度人来说,最近失眠的理由是,半夜就得爬起来,排队找工作,关于印度军业竞争惨烈的状况。 看新闻标题都让人震惊,印度铁路招聘6.3万座岗位,有1900万人申请,相比之下,我国的国口,2017年末的上海2018年国口,招5.2万人,录取比是1.14分。 在上海吃黄粮做办公室,显然要比印度的铁轨为护工,强很多倍。 然而,一边是1.14分的录取率,另一边是1比300的录取率,光是这样的数字对比,就让人感受到人间不拆。 有这样一个例子,印度西北地区拉甲斯坦邦的农村青年,只背住一个包,怀穿住找到一份理想工作的希望。 千里迢迢来到印度首都,等了清晨期。 35分的时候,一位门位举做扩音喇叭,招呼1900万应聘者准备考试。 这1900万人竞争的,既不是公务员,也不是高薪职位。 他们应聘的职位,是印度铁路的非正式员工。 比如临时帮手,搬运工,清洁工,探门员,助理级的搬到工。 6.3万个岗位1900万的应聘者,也就是说,平均300多人抢一份工作。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,无数的决业残酷的情景,其实都真实存在住。 而且已经重复上演了很多年,印度年轻人,连续两年就一龄增长。 遍地都是高学历气概,没有人知道,印度人为了找份工作有多努力。 中国人考试最疯狂的时候,也就是提前去图书馆占个座。 而印度人为了招聘考试,不仅要抢占图书馆,还要包围图书馆。 在印度海德拉巴,每天深夜都有几百个人来这里准备应聘考试。 自己带住椅子,搜的时候,就拴在图书馆大楼的铁栅栏上。 印度有13.26亿的人口,这么多的年轻劳动力,在数量和质量上,已经远胜许多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。 要说人口红利,谁都比不了,但他们为印度创造多少价值呢? 一个尴尬的现实是,印度市场根本提供不了这么多工作机会。 印度人口超越中国,但是印度市场却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。 印度经常出现大量人口争夺岗位。 例如印度铁路招聘非正式员工,6.3万个岗位1900万的应聘者。 平均三百多人抢一份工作,这些职位并不是高薪职位。 他们应聘的职位,是印度铁路的非正式员工。 比如临时帮手,搬运工,清洁工,探门员,助理级的搬道工。 印度遍地都是高学历乞丐。 孟满警署在去年面向社会招聘了1137个保安,而且没有编制。 一个月2.5万读币,相当于2500人民币,招聘简章中明确宣告本岗位的学历要求为高中级以上学历。 结果收到了20万份申请表。 其中,本科学历的不计其数,居然还出现了167个人有MBA学位, 543个人有商科硕士的学历,34个计算机硕士高材生,159个理学硕士, 还有三个医生。 没想到,一下子收到了20万份申请表。 印度的就业伤疤,已经发展到溃烂流浓的阶段。 就在昨天,印度终于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游行。 两亿人走上街头抗议。 交通彻底瘫痪,要求政府提供就业机会,提供最基本的世界保障。 日本年轻人,要么加班到死,要么当平成废物。 如果说,印度重新定义了,什么叫就业难? 那日本就重新定义了,什么才是加班? 日本作为老龄化社会。 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大,大到不可想象。 日本人秉称生活就是工作,工作就是生活的价值观。 劳动时,常一直位居世界前列。 被人称为社畜,社畜用来比喻舍弃自尊,为公司做牛做麻。 经常会身兼多职,被上司当狗一样,来使欢和压榨的底层上班族。 在日本的地铁,你总能遇到走住走住轰然倒地的年轻人,他们可能刚在办公室奋战了几个通宵,泪晕了。 接近四分之一的企业要求员工每月加班时间超过八十个小时。 加班在日本就代表勤勉,加班越疯狂,被提拔和表扬的机会越大。 如果因为加班生病,日本人的第一反应是,绝对不能让公司发现,生病不是大事,事业时才大事。 从不见断地加班,社区已经不能形容这种疯狂程度。 日本职场就诞生了第二个词,过劳死。 2010年至2015年,日本发生了368起过劳死事件,其中40岁左右男性。 29岁以下女性自杀比例最高,到了2016年。 一年过劳死,包括自杀未遂人数,就飙到了191人。 因为这种接近疯狂的职场竞争,让整个日本出现两个尴尬的后果。 高失业率的欧洲,过去时间欧元需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9%到25%之间。 西班牙和希腊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在40%以上,失业率的高居不下。 随之而来的还有房价的不断攀升。 对于职场年轻人来说,想要买房同样很困难。 德国城市今年房价疯涨,特别是在慕尼黑、法兰克福、柏林等中心城市。 市区房价已经远超工薪阶层的支付能力范围。 以金融都市慕尼黑为例,就连附近郊区的房价也早已突破每平方米5000欧元的大关。 成交楼市价格,以随助人们日益增长的购房需求,成井喷市翻倍上涨,房租也在大幅上涨。 这一景象,让许多购房者无力负担。 美国知名金融网站The Roadpatch称,以伦敦为例。 据英国国家统计局计算,伦敦的平均房价高达48.4万英镑,约427.2万人民币,相当于在伦敦工作的年平均收入的9倍。 未来英国大多数千禧一代穷尽一生,恐怕也都买不起房子了。 这个社会日渐板结的土壤,正像一块巨大无比的岩石碾碎。 但好在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有纳点冒足劲拓土而出的倦。 印度的年轻人们还没有因为三百分之一的就业名额,而放弃找工作。 东京的年轻人们还在挤住百分之三百的满贷率的地铁。 中国的年轻人们还在北上广和回老家之间进退两难。 全世界的年轻人,谁不是在一边崩溃,一边自愈,一边流泪,一边回血。 马云前几天对年轻人说,2019年管他好坏,只做好自己。 如果这句话分量还不够,就再用上雷军在市出会上的那一句,生死看淡,不服就干了。